韩国的娱乐圈更新换代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 只有拥有超强的实力才能够不断的吸引新的粉丝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 比起韩国的女明星男性艺人面临的考验更大 不仅是男性偶像团体的不断增多 更和韩国要求成年男性必须服役有关 一旦入伍服役就意味着没有曝光度 面对长时间的不能公开露面 粉丝的流失也是成了大的问题 YG旗下的男团Big Ben就曾经是一度的登顶男团榜首 但是随着全志龙入伍李胜利陷入风波 组合的热度也是下降了很多 要想重回巅峰似乎很难 但是组合中公众形象依然正面的成员 或许可以选择单独发展 全志龙作为Big Ben的实力和人气担当 虽然入伍近两年 但是粉丝们对他的关心和挂念却一分都没有减少 正是因为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 所以粉丝们对于全志龙的回归也是格外上心 据了解全志龙最终可能从金鸡龙人士退伍 无论是从全志龙本人对粉丝关心的立场来看 还是从公司害怕发生 事端波及粉丝安全来说呢 都是对粉丝的体贴 正因为江源铁源炙发生了珠瘟病毒 所以有理由相信如果数千名粉丝聚集在非洲珠瘟病毒检测 地铁员防疫体系可能会进入紧急状态 国防部相关人士也是表示 这是为了防止ASF防疫出现问题而决定的事项 从粉丝传来的现场图片来看 全志龙寸头男眼帅气脸庞 一身军装精神十足 面对粉丝的迎接也是十分大方 根据前往现场的粉丝数量也能够了解 全志龙尽管入伍 选择继续支持他的人却一点也不减少 大家都饱含着期待和紧张来迎接自己偶像的回归 粉丝们迎接十分辛苦 但是全志龙服役近两年更是有着坚定的信念 全志龙和YG公司也是一度暗示粉丝不要前往现场 不仅是担心粉丝的安全 更是害怕现场混乱 影响其他工作环境的秩序 全志龙在军队服役两年 收获的应该不仅仅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更是愈发成熟的气质 在离开公众视野这么久 相信全志龙也一定沉淀自己 在即将回归娱乐圈之后 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与粉丝们的第一次见面 虽然Big Ben组合难再聚首 全志龙后续呢 似乎也只会作为独立歌手发展 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全志龙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心 毕竟YG接连遭遇了几场打击 公司的实力和口碑也是大不如前 能够给到全志龙的资源或许也是十分有限 粉丝们的担心在所难免 但是目前的形势来看 YG公司的前社长梁玄熙出席了全志龙姐姐的婚礼 似乎呢不只是为了献上祝福那么简单 有很多网友认为 梁玄熙此举是为了稳住全志龙 害怕全志龙向公司提出解约申请 毕竟前几年Big Ben大火 YG公司呢近一半的收入都与全志龙和他的粉丝们挂钩 YG自然是不能放过这个赚钱的好机会 但无论是离开YG另谋出路 还是继续选择和YG进行合作 全志龙拥有充分的话语权 这两个选择呢都是有利有弊 如果选择自己成立公司 那么在初期呢能够拿到的资源 似乎并不如YG能够提供的 再加上全志龙刚刚回归 如果为了合约陷入官司纷争 似乎啊有些不知道了 全志龙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状态 用有舒服力的作品证明自己 如果继续选择合作 YG的口碑直转而下 也难保不会发生其他的事件 选择继续合作 无疑是为自己埋下了隐患 相信全志龙一定能够在权衡之下 做出最好的选择 也为自己的未来谋一份稳定和发展 粉丝对偶像支持的心是不会变的 全志龙也凭借极其强的个人魅力 让粉丝时隔两年仍然能够为他心动 也希望全志龙能够在回归之后 带来更好的音乐作品 成为真正的巨星 全志龙不是从天而降的 他跟大部分韩国爱豆一样 经历了艰辛的练习生涯 八岁偶然在舞蹈大赛中获得冠军 正好被主持人李秀满看中 成为了SM的练习生 在SM度过了五年练习生生活的全志龙 见证了HOT SES神话等一代偶像的出道 可以说是SM历史活着的见证人 偶然接触到美国组合 Warm Time Club的黑人音乐受到冲击 从此沉迷于HIPHOP并上补习班 沉迷于HIPHOP的全志龙 2002年13岁时 当时最火的HIPHOP歌手出的专辑里 全志龙出现的榜单里排第六 通过这张专辑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才能 并从全志龙重生为G-Jagon 看到全志龙才能的Gina Singh 将他介绍给YG 从此在YG重新开始了练习生活 全志龙我13岁 以为会走华丽的出道路 可是出道遥无音讯遥遥遥无期 练习商时期一天要写两首歌 接受各种课程训练 又度过了漫长的六年 SM5年加YG6年 经历了11年的练习生涯 IDOL说过练习时期有很多辛苦 全志龙也一样宿舍条件差 两三个人一间房 还有老鼠吃不饱饿肚子 经纪人还把吃的锁起来 不仅如此呢 精神上还要受到杨贤硕锤打 最有名的一句 志龙练习了六年 现在想回家了吗 虽然现在已经成为段子 可谁也不知道 面无表情的全志龙 内心有多动摇 他说过准备了五到六年 如果失败没法做下去的话 会比别人更加委屈更伤心 挨过练习的疲惫 扛过杨贤硕的毒舌 只是向着割手的路 作为大爆炸却哑火的出道 经过出道实录的残酷选拔 2006年8月19号 Big Ben出道 可出道之后呢 却比想象的惨淡 与当时流行的花美男 IDOL相比啊 他们的外貌几乎没有优势 甚至被骂丑 宽松的嘻哈战士打扮 也容易显得无短身材 成员江大声后来 在节目当中说 听说要组成偶像组合 自己也吓一跳 嘻哈风格的组合呢 在韩国也是小众 尤其是嘻哈偶像 绝对是绝无仅有 在默默无闻的艰难时期 跑遍大大小小的综艺和活动 就是希望观众啊 能够多认识自己一点 强烈的渴望成功 直到2007年8月16号 由全智隆作词作曲的谎言发行 一炮而喉 大街小巷都在传唱 出道时连新人奖都没拿过 在年末的MKMF 全身妈妈颁奖典礼上 直接就获得了大赏 发表感言时呢 五个人都情绪上来 熬过的日子终于有回报了 这是全智隆的第一次蜕变 暴风雨的险席灰色时刻 随着谎言火了之后 乘胜追击 相继推出了最后的问号和 一天一天 这三首歌呢 彻底奠定了BIG BAND的顶级男团地位 成员们也展开了各自的solo活动 将大声出演综艺家族的诞生 太阳出solo专辑 Top呢 拍电影电视剧 胜利呢 也是尝试各种各样的活动 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2009年8月18号 全智隆的solo专辑 Heartbreaker终于发行 已经发布呢 迅速霸占了榜单 舞蹈和造型引发潮流 各大综艺节目争相模仿 说全韩国人都在等着 全智隆的solo出道 也不为过 好像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呢 投名主打曲Heartbreaker被指啊 跟Flob Reader的Right Role相似 似乎呢 就陷入了抄袭风波 虽然YG公司发布声明否认抄袭 但是并不能阻止网友们的议论 之后呢 全智隆再没有公开发表过相关言论 而是直接邀请Flob Reader 一起演唱了Heartbreaker 十例回击 一波未评 一波又起 同年 全智隆首次举办个人演唱会 Shry a Light 为了把自己演 期待了十年的个人演唱会呢 表演得更加丰富完美 让粉丝就像看一场电影一样 享受演出 现场视频用了多种元素 其中有床戏 惊悚等 却被指色情暴力血腥 危害青少年 因此呢 企划社YG接受调查 从这年起啊 全智隆开始陷入舆论的漩涡 领动一致 至暗时刻 2009年的风波 就像Big Bang和全智隆的一段灰色时刻 艺人这个职业啊 总是伴随舆论的口罚 所以小心 小心 再小心 谨慎谨慎 再谨慎 谦虚谦虚 再谦虚 就像成员说的 接下来安静的度过吧 一切好像又扭转回来了 Big Bang在日本的出道呢 也是大获成功 成员的solo活动也各自开花 时隔两年半 2011年2月24号 Big Bang以组合的形式 再次回归韩国歌坛 发行第四张迷你专辑 Big Bang First Mini Urban 依然是王者的姿态 引领了新一代的潮流 也是这一年呢 将大声和全职龙陷入严重的事故 无可辩解 无可否认 对任何人来说呢 都是致命打击 发生这种事情 要血藏 要解散 要推出娱乐圈 也是正常的 只能说幸好啊 但是造成的伤害无法去除 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大众 多少人想看他们笑话 能治愈他们呢 只有家人和成员 可是上天对天才们总是特别偏爱 也是这一年 Big Bang成为了第一个获得MTV 欧洲音乐大奖 Worldwide at的亚洲组合 国民罪人又变成了国民英雄 举国欢腾 以此为契机 2019年2月29号 全职龙带着Big Bang的 以新专Alive回归 正是宣告 我还活着呢 Big Bang自谎言以来呢 就没施过手 这次更是把他们推向顶端的顶端 到这儿啊 也许呢 是最好的结局 这一路也是传奇 或许呢 可以加长去2015年的Made系列时期 粉丝呢 有一个说法啊 能够打败Big Bang的只有Big Bang自己 确实 Made又成为了Big Bang的一座巅峰 随着韩国的服兵役制度 本以为最多等个七年就可以再见 可随着TOP和胜利的事件 好像并不那么容易 全职龙在退伍直播中说 我退伍回来了 感谢大家的等待 感谢大家来了这么多人 以后就不再是军人了 会回到本行好好努力的 Big Bang的未来不可知 但是全职龙如果他愿意 他可以做到任何他想做到的 只因为他是全职龙 landed不可知 听吧